《時代論壇》每週社評 2013年5月19日,第134期的時代論壇 社評的標題是 《法與二》由變性人婚姻訴訟終審談起 變性人爭取結婚權上訴案,在香港終審法院裁決 變性人可按照變性後的性別和異性結婚 法庭指相關婚姻法例中所指的女性 應該包括在適當醫療組織中接受變性手術由男變女的人 法院並暫緩一連執行命令 以便當局就有關性別承認的可能立法作出考慮 相信日後有關立法與否的過程 影響它衍生的後果,例如關乎稅務領養等等 將會引起不少觸目的討論 必須留意的是,這次終審裁決所處理的是變性人婚姻的問題 並不是同性婚姻 終審裁決指,現行的法律否定了手術後變成女人的變性人 和男人結婚的權利,實際上完全禁止當事人結婚 由事觀知,一男一女的婚姻仍然是裁決背後的理念框架 這一點對於潔力維護一夫一妻制反對同性婚姻的主內肢體來說 其實是值得欣慰的 不過裁決也指出,婚姻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性質 已經經歷意義深遠的變化 繁殖在婚姻裡的重要性也大為減低 因此若以出生生理特徵來考慮變性人的結婚權利 就會違反憲法保障婚姻權利的原則 相同的邏輯,在日後有關婚姻制度的討論和訴訟裡 會衍生出怎樣的果效,就值得小心關注 上主所建立的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制度 是教會群體所持守 亦深盼能得到更多人的尊重、接納和秉持 若這份堅持能與社會法律匹配,成熟未似 法律既是上線佛惡的社會秩序基礎 亦是維護社會成員得保障的最基本底線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法律和道德並非完全等同 後者的要求往往比前者更高 現今法律亦有離婚規定和安排 使到失敗婚姻的各種後果可以得到妥善安排 並使到子女的權益得到保障 然而這樣並不表示每宗依法處理的離婚個案都是道德 回望聖經,昔日耶穌和法律賽人和門徒關於優妻的討論 正正觸及這一點,而且講得更加嚴厲 摩世律法容許優妻只因人心硬,並非上主起初的心意 馬太福音19章3至9節 對於今天的教會群體來說,如何理解社會變遷中的法律演化 以至如何在這個同一幾價值不盡相同的社會生活 耶穌和法律賽人的這番討論就有其重要意義 在法律意上,我們有我們的常主,他既是憐憫,亦是公義 終極而言,當有一天法律不能達至更高的公義 無論所涉及的是倫理道德,或是政治道德 對基督徒來說,戒時需要信從神,或是信從人 要秉持什麼,放棄什麼,答案其實是清晰不過的 無論這份堅持,會不會得到當下社會的欣賞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Times on Air 啦